大家好,今天我们想分享一下省水的经验 今天这一集主要是讲马桶的漏水和修理来达到省水的目的 首先我们打开马桶,仔细地听一听有没有漏水的动静 如果要有这个漏水动静,那肯定就是漏水 如果要没有漏水的动静,我们可以通过目测的办法 目测这里边的这个水啊,有没有动的现象 如果要通过这个光线的反光,可以折射,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水平静不平静 例如这种现象,这个水不停地在动,这就说明是有漏水的现象 有利可的现象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是这样,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把它关好以后,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 用这个开关,我们把水先关掉 那么我们就开始打开这个,往往这样打开它以后 然后我们看中间的那个Flapper,那么中间这儿有个Flapper 那个Flapper呢,它就是有一定的寿命 它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的封闭就不好了 那么一般的这个Flapper呢,它的寿命也就是五年左右 那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五年左右,它的就开始leak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地观察,防止它出现浪费水,leak的现象 这个Flapper,把它用手伸进去以后 它是两边hold住的,然后我们把它拿下来 你看这个Flapper已经很脏了,就是很多年没有换了 那么它就很脏了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我们换下来的这个Flapper 我们看一看,你看这个边缘,这已经是已经有一种腐烂的现象 那么肯定是它这些边缘呢,它就已经开始就是漏水了 你看这个边缘,所以说这个就应该是换了 然后我们到商店里去买这个Flapper 那么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它要注意到它有这个年限 五年的warranty在上面写着 那么我们打开以后,我们打开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加这个chain 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两个挂在这两个LOS上面 哪两个LOS? 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出来的口 那么这儿也有个出来的 这两边出来的,我们就把它挂在上面 就OK了 那挂在这边,然后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再挂在这个这边 两边都挂好了 挂好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chain 就是这个chain,就是这个chain上面有一个小憋针 链子 链子 把这个链子呢,我们挂在这个,这个handle上面,这个把手 OK了 这样就好了 那个红的东西不需要 就是来回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一拉的时候 然后它就飘起来了 开开了,水就流下去了 水没有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这样下来 靠着它的支柱就关好了,密封好了 所以说平时那个厕所里这样滑滑流水 就是因为这里密封不好的事 是吧 对,对 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一定要 要经常的要monitor,要观察 看看它是不是有漏水的现象 要不的话平时就会流很多水 对,它就会流很多水 而且呢,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的 因为很小的情况下 都流,已经流了很长时间了 那些流水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个原因 还挺容易换的 换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可以打开这个水龙头 打开这个水龙头 把开关水的开关再开开 对,开关 开开开了以后 我们的水就开始了 Bear up 那设计的就是一开 只要有水龙头开开 对 它就满到它应该满的地方 对 它的这个功能原理就是说 这个,这儿有个球 那么现在的这一种 这就是要是有个球 这个球不但你这样 水的这个升高以后 然后把它扶起来 扶起来以后呢 这个时候它就把这个水龙头 这边的水龙头就被关上了 好,你们会听见它一下就关上了 关上了以后 这个时候就没有了 就OK了 嗯,就是喽水就是因为那个红的阻塞 对 漏水了 我们还可以 我用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工作原理 就是说 你看 我们一掀开盖以后 然后它怎么样 它这个盖就怎么样 就掀开了 掀开了以后 然后它就把水放走了 放走了以后 这个时候它又盖好了 靠着它的制动 就盖好了 盖好以后就封闭好了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盖好 就OK了 盖好以后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等待着它 就是说这个 平静了以后 因为它的水它要fill up fill up一块以后 然后它就会停止 那么停止以后 就是如果不拉水箱 然后这个水也是这样冻的话 尽管没有声音就说明它还是漏水的 所以就说明你需要该换那个 所以就说明你需要该换那个 对对对 就是那个来回的盖子 塞子 那么我们换了以后 然后等一段 等它大概一分钟左右 你会看见那个水越来越平静 平静平静 最后平静到 就是没有动的情况下 这就说明什么了 这就说明这个 就修好了 就不漏水了 那么我们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再过来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水 有没有这种动的现象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水 有没有立刻的现象 那么我们还 我实际上我还要建议大家 如果要是说 每次上厕所之前呢 留意一眼就OK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窍门 我们就可以注意观察 家里是不是有漏水的现象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达到省水的目的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收藏 和点赞 谢谢大家